郑亲文奥运会金牌创造历史 赞助商协助中国提升软实力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8月3日 中国21岁网球选手郑亲文在决赛中击败对手 获得了巴黎奥运会女子网球单打的金牌 随后WTA女子网球巡回赛 ITF国际网球协会以及四大满贯 同时海报在第一时间头版展示 这块金牌的历史意义根据法新社 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枚个人网球金牌 有人问如何解读 咱这么说 郑亲文获得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 是国际网球协会WTA网球巡回赛 以及全球各大赞助商最期待 也是最希望看到的 有人问为什么 首先一点 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中国的国家足够强 等同于稳定可持续的商业机遇 在这个背景条件之下 中国的网球项目才刚刚起步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发展 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 是什么 奥运会咱这么说 虽然参赛国家最多 覆盖面积最大 但是在商业赞助的角度 还是不如一些特定的国际巡回赛 如果这里边有这样一个问题 价值最高的几个体育赛事有哪些 答案是这样的 首先一个世界杯男子足球赛 第二个F1赛车巡回赛 第三个网球 ATP男子巡回赛和WTA女子巡回赛 第四个高尔夫球PGA男子巡回赛 然后才是奥运会 而且在这里边 对于女子项目来说 WTA网球巡回赛就是最高的平台了 而且如今 WTA女子网球巡回赛与ATP男子网球巡回赛 已经同工同筹 这就是为什么 全球知名的体坛女子明星 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网球的原因了 所以郑亲文的这块金牌的历史意义 是巨大的商机 通过郑亲文创造的历史 讲好的中国故事 是众望所归的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向反中的 各大西方主流媒体 在郑亲文夺冠之后纷纷点赞 基本上没有阴阳怪气 因为他们也知道轻重缓急 毕竟自己的金主得罪不了 有人说郑亲文的这块金牌 是不是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重的一块金牌 咱这么说 从商业的角度和软实力的角度 答案是正确的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 哲学的角度 甚至灵魂的角度 他不是 郑亲文的这块金牌 只是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体系之下 打破了之前的记录 创造了历史 开辟了新的市场 再加上中国的复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及中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 西方的赞助商 在不改变规则标准的条件下 尽可能的去适应中国元素 最终达成完美的利益交换的一个范例 最终西方的赞助商 以及WTA女子网球巡回赛 通过郑亲文得到了中国市场 而中国通过郑亲文这块金牌 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世界的软实力 所以从商业的角度 从软实力的角度 这块金牌是最重要的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 哲学的角度 甚至灵魂的角度 绝对不是 大家可能猜到了是什么 潘展乐 男子一百米自由泳金牌 打破世界记录 并且把成绩达到了人类极限 这件事让西方彻底的破大方 以至于与中国长期合作的西方教练 都开始语无伦次 种族主义了 那有人问 为什么说郑亲文的这块奥运会金牌 是西方赞助商与中国软实力的一次完美交换呢 首先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为什么西方的赞助商要通过奥运会打开中国市场 咱这么说 这一次如果不是郑亲文夺冠 而是其他人 比如说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 不仅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而且根本不会关注 原因是什么 西方赞助商抓到了什么 这个东西我管它叫华为模式 或者华为路线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爱国营销 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的商机绑在一起 这里边有市场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 如果你想要中国市场 那么你要尊重中国 你要尊重中国的游戏规则 你要尊重中国的市场规则 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 然后还想得到中国市场 你做梦你根本得不到 所以为什么说爱国营销有市场 因为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这是市场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郑亲文夺冠之后 他这么说 在中国奥运会要超过大满贯 奥运会代表国家 国家荣誉大于个人荣誉 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特有的奥运文化 如果西方赞助商想在中国赚钱 想得到中国的市场 却不尊重中国特有的奥运文化 对不起 你不欢迎 可以这么说 郑亲文的奥运金牌 已经超过了当年李纳的两次WTA大满贯的冠军 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元素 西方的赞助商们通过这个中国元素 再一次创造了体坛偶像 上一次是2022年的冬奥会 古爱玲两块金牌一块银牌 看看当年古爱玲夺冠时候的媒体宣传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这一次差不多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郑亲文与古爱玲不同 郑亲文是本土培养 具有特殊爱国情怀的运动员 通过这样的运动员打开中国市场 是如今西方所有赞助商想看到的 也必须遵循的 通过这枚奥运金牌 WTA网球巡回赛 全球商家继李纳之后再次找到了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 与李纳不同 郑亲文他年轻才21岁 可谓是前途无量 另外有人问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 咱这么说软实力的提升 比如说你在全世界 你可以随便问一问 问一问普通人 这个普通人呢 平时也就关注一下体育 他可能通过自己在城市在社区的小报当中呢 了解一些中国人和中国明星 如果你问他 你知道的中国明星有谁 老一代人可能会知道李小龙 成龙和李连杰 然后呢 你要讨论一下体育 那大概率是姚明和李纳 好像也就这两个人了 其实古爱玲都不一定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来自中国的明星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项目太小众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郑亲文放到里边了 到时候让西方的普通人通过他去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软实力的提升 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通过多角度多途径多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比如说你在西方 现在你刷短视频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TikTok 如果你搞辅助聊天软件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对讲机 如果你进行网络购物 你会看到西音和Tinmoo 在这个时候 这就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比如说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 无论是共和党的特朗普 还是民主党的哈里斯 都开设了自己TikTok的账号 这一次双方争取年轻人选票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使用TikTok进行拉票 可谓是2024年的大选 变成了来自中国软件TikTok的美国大选 这就是中国实力的提升 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像郑亲文这样的体谈明星 再一次得到了全球的关注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人 那么下面的问题 为什么仅仅在商业和软实力的领域 这块金牌是中国代表团最重要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因为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 无论是姚明 李纳 古爱玲 还是郑亲文 都依旧是西方体系下 西方赞助商系统当中脱颖而出的全民偶像 但是他们的背后还是西方的体系和西方的规则 WTA女子巡回赛 规则还是西方的规则 标准还是西方的标准 中国的网球市场刚刚起步 以后会蓬勃发展 但是在中国的赛事 在中国的训练 在中国的配套 在中国的系统 必须按照人家WTA女子网球巡回赛的标准来 然后四大满贯 仍旧是澳大利亚 法国 英国和美国 以后会不会有中国市场上的网球赛事大满贯 他们敢不敢对中国开放这个还是个未知数 这东西毕竟不是特别提款权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郑亲文还是在西方的体系下创造的体谈明星 但是对规则并没有进行实质的改变 所以只能体现在商业和软实力角度的重要性 而不是政治哲学甚至灵魂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雨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